东京奥运登场就连总统也不想错过 脸书PO出看羽球球后出赛的照片 更是录影片帮选手加油 在关底跟爱泉乐乐一起看羽球球后戴姿影出赛东京奥运 还在脸书PO文恭贺小戴旗开得胜 总统蔡英文说要支持东奥当然不只有这样 强在东京奥运开幕式开始前PO出加油影片 但你听出端倪了吗 总统从头到尾提的都是台湾而不是中华队 随后几篇发文强调的也都是台湾选手 一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副手赖清德的Instagram 读文写上电视机前等了好久 就等台湾队进床这一刻 还在现实动态写上帮台湾代表队加油 另一张赛程图加油的也是台湾健儿 此时此刻不是搞正名运动的时候 正名运动是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有所谓东奥正名的公投 当时候蔡总统还有赖院长 你们也都没有公开支持 要正负总统与其搞议师形态 不如先把选手的待遇处理好 但其实关心东奥的可不只有总统他们 郭桃宇总统的说法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揪大家帮中华队加油 搬出自己的健身影片 要大家一起绣肌肉燃烧运动魂 但也有人超前部署把东奥带着走 这是我们奥运在设计导入之后 我们可以让设计随着台湾代表队前进东京奥运 三月总职群就把奥运概念环穿上身 趁着东奥开幕式中华队队服亮相 无似要在练书鞋上自己也算幕后推手 随着东京奥运登场 政治人物们不免跟着疯狂 这一次的开幕是我国由卢彦勋跟郭姓纯领导进场 而且在进场的时候 日本转播是喊台湾两个字 也引发了外界话题 中国台北的声音之后 在日本的主播NHK主播是何酒甜麻油子 他就说了台湾this 也就是是台湾 而在韩国的NBC电视台 同时主播也解释 Transt Taipei是台湾的选手进场 而台湾是以半导体来著名 同时观光产业也是非常发达的 当讲出台湾this的时候 日网是刷了一排是台湾为台湾加油 那么另外台湾网友则是喊说 这是今天晚上最感动的四个字 大家都替台湾感到开心 那么这进场的顺序 这位日本的议员就说了 台湾是按照片甲名 就是他这一行来进场 而非中华台北的气 所以跟过往是不一样的 东奥开幕式中华代表队 有网球一哥卢彦勋和举重女神郭幸存 双人掌棋率队进场 蓝白西装搭配 大会司宜介绍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队 同一时间全球媒体也在放送 而日本NHK主播直接喊台湾less 此话一出台湾人热血沸腾 当时播报主播是他 何九田麻油子 NHK黄金时段新闻节目主持人之一 而他的IG有网友留言 台湾less是今晚最感动的一句话 但同时间大陆腾讯一听到台湾 直接断讯 引发大陆网友崩溃 微博纷纷留言气死了 切到脱口秀节目 因此错过了大陆队进场 强烈要求惩罚腾讯 而日本主播突袭式的介绍台湾 还有人发现出场顺序按日文字母 中华队按道理应该排在G行 但却变成了他行 伊林斯出场比大陆队还要早 这也是继1984年重返奥运后 首次排在大陆队前面 不仅如此 美国NBC转播进场时 主播不忘强调 中华台北是40年前 澳委会和大陆妥协下的产物 另外南韩NBC主播 也说台湾选手进场 转播介绍画面 直接换成了台湾 还备注半导体和观光产业 发达的国家 东京奥运开幕式 全球都在看 出场的顺序和介绍 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开幕式可以看到 没有观众进场的 因为为了防疫警戒 而且北韩也没有参加 这一次的开幕式了 现在选手村也长着隐忧 工作人员都担心被染疫 绝交给我们的记者 就怕选手村会存在着 疫情的隐忧 来看到是代表美国 参赛的613名选手当中 其实还有100位 是没有打疫苗的 而且是至少 但他们在出发 往日本前有填了问卷 表示说其实有83% 虽然是接种了 那这对医务官来说 这个数字已经算是满满意的 不过对于相对在日本 选手村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说 他们心疼疼 怎么说呢 因为有一位接受访问的 她是在选手村兼职工作的 50岁妇女 她就说了 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新感染群诞生的地方 就是食堂了 因为选手村的食堂总是24小时 满满都是人 尤其是一个自助餐供应 其实很容易造成病毒的传染 而且有些早餐时间 像是早上7点到8点钟 或是更早6点钟左右 就已经坐了人了 这几乎七到八成的座位 都是被占满的 那当时他们其实也有发酒精 那也有发手套提供给选手 不过呢 大部分的选手都没有戴着手套 是没有遵守的 有的人连酒精都没有喷 所以让大家非常担心食堂的安全 然而这次东京奥运 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来做关注 而且希望能够扮演好东道主的角色 细数东京奥运 还有不少亮点 今天交给一文 东京奥运真的是历经重重难关 在开幕过程当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蛮低调朴实的 主要是呢东京奥运呢 并没有观众进场 为了要避免群聚的关系 所以呢场外的康医生呢 显得就略为大声了一些 那加上呢 因为人数很少的关系 所以呢影音的声光效果 大量的取代了真人的表现 就像大家昨天有看到的变变变 其实呢也是创意十足 进场的选手少 当然一些超级明星就少了一些 当中也哀悼多过于欢庆的异味 最后点燃圣火呢 是由这位网球选手是大阪直美 它是海地跟日本的混血 那么它象征的是一个共荣的精神 那由于大阪直美 曾经因为在霸王的时候退赛 这次选择在东西奥运重新出发 所以有重新激起大家精神的感觉 而另外呢 为什么会被视为是负重前行 主要的原因是 在东日本的地震之后呢 本来把这个希望 是寄托在这次的奥运之上 觉得是可以复兴日本的 那这也是达到 安倍经济学的第四之鉴 没有想到呢因为新冠疫情延后了一年 本来又把这个奥运呢 视为是不是可以把当成 人类战胜疫情的一个表现 没有想到疫情真的非常严重 所以其实呢 现在能够安全的巨星 已经是最大的目标 因此呢 日本在这一路上 可以说是负重而行 东奥开幕是中华队进场 被日本NHK介绍转播是台湾 让很多人振奋 而东京铁塔也飘扬着 中华民国国旗 不过目前东京第四次 紧急事态宣言 已让这次奥运少了热闹气氛 感动的就是这一幕 东京铁塔挂着一整排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 飘扬在夜空下 让旅日部落客杨妹妹超感动 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看到国旗啊 这不是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不能说出口的秘密吗 另外让台湾人感动的 还有开幕式当天 中华队进场 被日本主播以台湾来介绍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彩蛋惊喜 他不是讲Chinese Taipei 而是讲台湾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你在当下看到的时候 你真的只能尖叫啊 延期一年的冬奥 在疫情之下登场 但氛围跟想象差很大 到处都是充满了奥运的旗帜啊 奥运的logo等等 就是非常party的氛围 但是我必须说 在东京街头真的没有 国立竞技场附近 有许多奥运logo 但碍于疫情 场馆外有交通管制 也无法进到会场内 观众想参与 只能在外头拿相机拍场馆 过干瘾 我觉得五感的人居多 因为能够参与的部分实在太少了 不是那种大家会觉得 我们这样支持 我们要越写 我们是地主队的那种氛围 完全没有 大家就是非常的淡然 甚至有一派 甚至会觉得说 都这么危险了 为什么还要办 相较于1964年 当时奥运万人空向 这一次只能低调举办 民众就算想靠近也很难 你可能上圣火的官网去看 他会附上一个连结告诉你说 欢迎大家在家收看 圣火不能看 然后比赛也进不去 开幕式也进不去 现在日本疫情 在第四波紧急事态宣言 就怕奥运群聚 可能会掀起第五波 从7月初 辉瑞莫德纳疫苗短缺 接种速度慢下来 加上陷入自速疲劳不玩了 都可能成为防疫破扣 TVBS新闻装全省调动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